大家好,回到Pokemon的金蟬脫河 再回到喇叭牙之塔 繼續劇情 上次打到蠻辛苦 今次改了一些物品 就是玄綠沙身上帶了空背靈 就升了兩層 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傷害來源來自於龍之老 所以基本上升了沒什麼所謂 主要是為了血量和防禦 和速度 好,我們來試一下掌路能否贏 一樣都是龍之老 還是不夠快,不過不要緊 先看看 我看看龍之老可以吸到多少血 是打不死的,是差一點的 他有樹果 空背靈,回到5滴血 OK,不要緊 不夠打 很難打 很難打 貓頭野鷹 健亡 念力 嘩 睡著了 為什麼我 為什麼會睡著了 嘩,完全不夠打 如果帶草是 你帶草在這裡一定要升 如果不是一定贏不到 要不就吃藥 我看看 因為我們先探索其他地方 先去這個 希魯夫 是不是叫希魯夫 阿魯夫遺跡 我們來看看這個阿魯夫遺跡 有什麼特別 比之前 好 我記得劇情應該是要去解鎖 我們先去解鎖 這裡應該有間房 可以解鎖 應該是用 滑鼠這個 這個 這個 因為他這個 FPS太高 那個 太流暢 所以按不到兩下 這裡按兩下 他就會轉圈 有些人可能未必知道 應該 是不是這個 要轉圈 要轉圈 也挺辛苦 要按很多下 OK 那之後就差一個 應該是差... 是不是差這個 對了,OK 搞定 好,順利打開了這個遺跡 也有一個人 完全有石板的拼圖 把這個筆記 交給我 這個是 未知圖騰的筆記 遇到的野生精靈 一樣都是未知圖騰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什麼劇情 有沒有變 這裡有沒有人說話 先看看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比之前 咦,這裡多了一個東西 我旁邊這個箱有聲 聽說裡面有精靈 不知道是真靈的 先測試一下 這是什麼 一個奇怪的箱 旁邊有韓字寫著 請 用什麼符 擊活 後面看不清 它可以穿牆 這東西 什麼符 潔淨之符 是不是 Pokemon 的道具 等我們有的時候 再回來搞 這個就是招式機 瑞蘭的招式機 成都的 沒什麼特別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走 好像沒有了 一定要打這個喇叭塔 這裡沒辦法走 也都上次看過這個草地 這個草地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捉 我們看看這裡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精靈 這個洞 我這個洞都還沒進 那就是說基本上沒有東西走 而這塊地 都還在撞這些 有格鬥系 但格鬥系沒什麼用 都是被飛人欺負 所以就 不考慮了 咦? 尼奧路 尼奧路可以捉來看看 其實 行了 OK 尼奧路 看看尼奧路的能力是如何 孤獨的性格 加攻減防 不屈之心 害怕時速度上升 嘩可以 OK 沿綠沙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厲害的精靈 這裡有吉利蛋 吉利蛋其實也可以捉一下 但吉利蛋有難捉 嘩我寶貝龍 有幾個龍 哈哈 其實我在想 如果用兩隻圓綠沙 你應該可以贏 不過為了 為了打這個喇叭牙子 坦特地練兩隻圓綠沙 好像有點白癡 因為你 有多少人會是這樣 練兩隻同樣的精靈去闖關 圓綠沙 圓綠沙 學到龍之道都OK 我們看看能否捉到寶貝龍 有五千元 這麼多嗎? 一個高級球用了一千二元 有什麼同樣的人 這個呢? 有一個水球 治愈球 還有我發現這裡有一個同樣是我衣著的人 給二千大人幫你練物攻勞力值 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物攻勞力值 但我現在好像沒什麼用了 我們先拌回寶貝龍 我們的高級球不見了 我們的高級球八百犧牲了 好 吉利蛋來了 龍之路應該不會死 糟糕 沙塵木 哎呀八隻 他拍打拍死了自己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改天理 然後換菊草葉出來 然後用撞擊 這個撞擊扣得少了 可以了 扣到了 好 接著就可以用高級球試一下 一下就搞定了 高級球 好 吉利蛋 真軟石 我還有幸運蛋 天真的性格 加速減殺防 天恩的特性 沒什麼特別 其實應該是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吉利蛋 闖關應該是一點都不厲害的 好 我們只好拌回 我們捉回一隻龍蟹 要是袁綠莎 要是捉寶貝龍 其他不捉了 喂 這隻 這隻好像要捉 卡斯 闖關必備 倒一倒 看看能不能捉到 捉到 捉到卡斯 看看 加速減特防 其實可以 魔法防守 這個也是漂亮的特性 可以用一用 老實說 基本上他進到發猶基納 大部分的關 都沒什麼問題 圓綠莎 也是 不過沒辦法 圓綠莎 先改三層霧天理 接著 就可以換這隻出來 可以撞他一下 接著可以捉 好 搞定 接著回去看看這個圓綠莎 是什麼能力 整理 休閒 好像是加防減速 好像是 加防減速 沙忍的特性 可以的 我們先不要利奧路 先不要利奧路 先不要利奧路 先帶他升一升 先 我們讓兩隻圓綠莎 升一升 升到其中一隻 不是 升到之後 新的那隻有龍之路 就上去喇叭塔 有了 已經有了 不行 我們上去 升了這個16 兩隻圓綠莎的龍之路 還不贏 今次 贏硬 今次 選草系 真的多災多難 如果不是草系 應該可以好打一點 因為你至少 你的禦衫 當然不會被他欺負 你多一點選擇 你可以用火 水打 但你用草打 基本上已經輸了一半 好 來了 一來就是這個圓綠莎 然後用龍露 嘩 脆麵粉 醒了 一樣都是大食花 都是飛魚快刀 這次 會不會打死我呢 這次 會不會打死我呢 這次 這樣的話 我們就換這隻火種出來 然後用頭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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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不打人呢 這個 頭突這招不是攻擊技嗎 我沒有看錯啊 神經病啊 然後換完綠莎 再用龍之爐 催眠術 中了 醒了 貓頭野鷹 發疫 好像要輸了 他一個發疫拍下來 我應該頂不住 我應該所有怪都頂不住 他沒有發疫 Oh my god 有沒有辦法 其實應該有的就是 中間那隻呢 用電窩石火打 嘗試一試 噴了一下 然後這裡走 這裡換寵 留一留他的命 換一隻卡斯出來死 然後換騰騰蛇的電光石火打贏他 然後我們可以再換寵 就是換啊 這隻出來 然後試用這招頭突 好 是不是因為太高了 頂八隻 裝作不知道 頂你火種 怎麼搞事 升高做一 就假裝大佬 不聽我知的 有撞的 但是偶爾才撞 應該是 所以為什麼他剛才打自己 因為他不聽話 忠誠度太低 但他也會打人 不過偶爾打一下 就按吧 劍亡 他開了兩次劍亡 不過沒什麼所謂 我們不是特攻技 這裡先用 藤藤蛇 穀草葉試一下 然後用叫聲 應該一下秒了 飛行技 圓綠沙這隻 看看 都... 爆擊了 不爆擊我可以贏 贏到 反傷反死了 非常不錯 果然厲害 老了完全不是對手 既然你贏了就告訴你 來數吧 70 服務非常不錯 不管在哪裡都會上門 可以了 廢話不斷多說 終於可以通過這個喇叭塔 為什麼頂著我 雙鳥後面盤子等著你 這個肥仔等我幹什麼 什麼 我問你路上 路上一... 一線曙光 拿到博士想要的東西 真厲害 否 來討論討論 要跟上 什麼鬼 這裡是我辦公的地方 你進來 有話跟你說 肚餓才吃點東西 怎樣 我做的包超好吃 肚餓的時候 吃什麼都好吃 肚餓會吃點 吃 看來狼灘苦現才不說吃 包譜只有一個掩飾 博士最近有個新的動作 都是跟怪爺爺的 好像有些爭吵 不知道事情會不會成功 為什麼繼續參加 參加 是不是很勇敢試 博士最近 魚鳥新發言 什麼叫魚鳥新發言 有了新發言 像人博士每天半夜都會 莫名喬收好電話 聲音用過變聲器 幸好博士身邊有個高手 把他查出來 電話是由神老地區打來 具體不清楚要去調查 其實有些危險 真的願意按否 其他有消息再說 OK 我們再按試 經過調查 那個家夥 其他人都會叫他戰神 具體不清楚要你的調查 接著我看到 這裡又有神老的人 我們看看 吃丹包 之前你家裡有小偷 但什麼都沒有跌 好像只是跌了你的照片 影鈍 奇奇怪怪 奇奇怪怪 完全看不明 總之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人不知 有一個人不知來自神老的 叫戰神的 我們要偵測他 即是要追蹤他 奇奇怪怪 總之 好 不管那麼多 管珠前面的阻礙已經消除了 試一試打一下這個訓練家 我們都要一些經驗值 平時我都是不打的 你們都跳過了 13 這麼高 幸好他都是一下死 超級球 送了龜西 已經 這招龍之路真的太屈肌了 沒有龍之路真的過不了關 我覺得我自己 暫時來說 懸禄沙最大的缺點 就是不夠對面快 不過對面的寵 飛行寵 也比較多 多數飛行寵 都不會慢得去變 來了 是否你想要我的徽章 我有我的規矩 我有我的規矩 我知道博士的陰謀 你只是博士的一隻棋 只會說一些蠢的東西 我絕對不會原諒 勸你做一些迷途之反 要徽章才打贏我 OK 第一個劇情已經出來了 其實就是說我幫博士是 一個什麼 被他利用了 你只是一隻棋 好 還有這一隻的化石鳥 化石鳥應該對我來說 沒什麼特別大影響 除非他會冰牙 影分身而已 沒問題 然後電光石火 OK 很好 都是一些差的技能 大腿鳥 飛行技 超痛的飛行 糟糕了 感覺到有點危機 乾鳥 嘩 是真的速度上已經差太遠了 對比跟他打 這個又怕 不是 這個又 又不聽指令 不過比較好處就是 對面不會用藥 終於有招本縮技能 五小時撞擊 大咀雀 其實可以說是 這一隻有很多 可以說是懸黑飛行道館 因為飛行道會完全打不進 他沒有一些火技 通常這隻鳥 為了補打擊面 所有鳥都懂得封 是超多隻都懂的 這個已經不夠打了 有飛行技就輸了 一端 一端 一端已經紅血了 還有一隻卡斯 但是沒有用的卡斯 有沒有機會贏呢? 可以再試一次看看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真的要先升一下 才再 始終龍路這招的人 傷害是有的 但是一隻是固定傷 打不死這些 這麼高等級的重 這裡走一走 換這隻出去打 只要這隻可可多拉聽話一點 其實是有得打的 他不聽話所以不斷輸 送那隻菊草葉去吧 接著我們用這隻 袁綠沙 沙塵埔 放回我們的可可多拉 咦?有這隻火鳥啊 這隻有火技 試試是不是真的有火技 拍分身 沒有火技 只是在用飛行技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但是可可多拉竟然在戰鬥當中睡覺 我教 醒啊 你贏到牠 噢,牠自己死了 應該不會打死我的 對了,OK 撐得住 還有一隻大腿鳥 噢,還有兩隻 一發秒了我 沒有了 還有一隻 我不夠牠快 如果夠牠快便會贏到牠 電光石火 是差一點 速度來說差太遠了 因為對面 牠們全部都盡快 牠們全部盡快 種族值來說 一定不夠牠們快 你看這隻卡斯 7呢 就已經20速了 但是你看這些 這些20速都不過 所以如果想贏的話 唯一可能應該就是靠牠進化做遊基納吧 進化遊基納之後才可以打贏這個導管 OK 今集短短地打了這麼多線 下集回來 練好遊基納 就可以虐殺牠們 好,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是的 謝謝 再見